这里就是清末的女首妇周庸的婆家吴家大院 她为何成了晚清的富商 又为何成为慈禧的干女儿呢 周莹出生在民间并非是皇亲国戚 而且她当时又是如何和慈禧成上关系的呢 是如何把生意做到风生水起遍布全国 那么今天穆子呢 就来到了陕西省吴家大院 带您走进大院去了解周莹传切的一生 前几年一部热播电视剧 那年花开 岳正元 把一个原本只是安无寡妇的周莹的故事 传遍了大江南北 电视剧里的孙丽呢 饰演了周莹 出身卑微 但是很有头脑 电视剧里啊 说她早年和父亲靠卖艺为生 后来为了报答吴家的救命之恩 不得已呢 下嫁给了陕西安无宝吴家的独苗吴聘为妻 从此呢 就开启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旅程 但是电视剧毕竟是电视剧 里面呢 还是有好多出入的 那么真正历史上的周莹是什么样子呢 今天咱们带这位大家来介绍一下 历史上的周莹啊 出生在陕西三元县的周家大院 家中呢 原本是很富裕的 但是呢 到他父亲这一辈啊 当时就家到中落了 所以周莹小的时候呢 日子过得非常清贫 长大以后 就嫁给了安无宝的大户人家 就是这家吴家 两家原本呢 是故交 由于周家呀 早年他们家落魄了 所以原本吴家呢 根本是看不上周莹的 但偏偏这吴家 少爷吴聘 他却是个病秧子 后来娶了周莹 他是为了冲冲洗 那么当时嫁过来之后 没多久呢 周莹的丈夫呀 就去世了 在丈夫吴聘死后 周莹也终身未嫁 吴家少爷 这前脚刚一走 吴家老爷子呢 也因意外离开了人世 吴家本身是个大家族 家里能够撑起一片顿的男人 都离开了人世 那么周莹 他身为一介女子的周莹 这个时候呢 勇敢的站了出来 想要挑起整个吴家的这个重担 正是接受吴家的产业 好在周莹本身呢 就是天资聪慧的一个女子 公公生前呀 也曾交给他一些经商之道 所以周莹开始呢 对吴家的商业和管理 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任用贤能 一些在店铺劳作了 大半辈子老员工呢 周莹为他们发放养老金 主动提高员工发放年低奖金 极大刺激了员工的工作热情 提出了激烈的制度 带动了吴家商铺的掌柜和伙计们 后来他们好多都纷纷入股吴家 让大家呀 咱们能够有钱一起赚 主张扩充棉花产业 使得吴家的延商生意遍布全国之后呢 而周莹不仅在商场上如鱼夺水 对百姓也是乐善好时 由于当时有一段时间战乱 当时天灾不断 关中地区呢 涌现出了大量的灾民 周莹呀就开仓放粮 设置周厂 镇计灾民 办学校 饮水渠 如建文庙等 善举呀 一直都没有断过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城 后来慈禧太后呀 协同光绪皇帝呢落红而逃 正是在西安避难之时 慈禧认识了周莹 由于清朝国难当头 所以呢 周莹主动提出了 要向慈禧上交白银十万两 为国家献出他的一份绵薄之力 辛丑条约之后 周莹再次帮助国家渡过了难关 慈禧呢 颇为感动 亲手提携 护国夫人的牌匾 还有告命夫人的牌匾 并且呢 还收了周莹这样的女首妇为义女 两人呀 甚至呢 以母女相称 即使周莹生前做了如此多 为国为民的好事 依旧没能摆脱封建礼教之下 她是寡妇 且无子嗣 因此在周莹死后 她没能后葬到 吴家的祖坟里面 而是被人随意找个地方给葬了 草草了事 周莹坎坷而传奇的一生 不禁让人肃然起敬 这里就是我们在小学课本中都学过的河北赵州桥 它也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久 跨度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 单孔 坎湖 厂间 石孔桥 整座桥 没有使用一根钢筋 一点水泥 却在1400多年中经历过无数次的洪水冲击 八次战乱 多次地震 摇晃 依然可以保留下来 关注木子 今天就带大家进去看一看古人是用什么技术修建出来的 走吧 哇 您看 今天兴趣也太好了吧 至少赶上了赵州桥在修缮 让我们能够预睹它的全貌 因为平时下面都是水 只能够远远的去观望 今天咱们可以近距离去参观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平时看到的石拱桥 桥背拱起来特别的高 有的甚至几乎成了半圆形了 这样的方法 修占出来的桥呢 符合力学原理 桥面受力越大 桥的支撑力就越好了 桥啊就越结实 然而这个赵州桥呢 却恰恰相反 它利用了四分之一的圆弧形气桥 用重的部分 把整个桥身拉住 再用轻的部分和重的部分 做了一个完美的平衡 这样就给桥的整体打了一个扎实的低机 您再看一下 桥的两边这里呢 有两个孔 这样一来呀 第一个好处就是能减轻整座桥的重量 同时还节约了石量 第二个好处就是 在汛漆水位不同的时候 两个洞呢 高度不同 还能起到不同级别的排水作用 减轻了整座桥的负担 咱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那么其实啊 这还没有完 赵州桥之所以能够屹立千年步道 最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它的每一处细节 这些石头呀 表面看上去呢 就像气上去的对吧 其实不然 它们都是上大下小 上宽下窄 上粗下细 更像是镶嵌在一起的 那么这样的好处呢 就是当受到外力的时候 更加的坚固 咱们把镜头呀 拉远呢 让大家看一下 这座桥的整体 那么古人在没有钢筋水泥的情况之下 他们是如何 把桥建的如此坚固呢 在过去的时候 古人相当聪明 他们首先把贝壳磨成了坟墨 加入糯米 再加入一种特质的石灰 用这些东西呢 做成了石块 然后这个石块呀 它当时特别坚硬 而且还非常轻 之后呢 再用铁水浇灌 做成了咱们现在看到的腰铁 这个腰铁也叫燕尾铁 中间细 两边宽 而且呢 增加了整座桥的一个牢固性 这样的建造优点就是能够使赵州桥既坚固 后来呢 又方便维修 赵州桥呀 看上去呢 很单薄 实际上呢 它历经了千年的风雨寝食 1830年6月12日 邯郸7.5级大地震 1966年 3月邢台发生两次大地震 分别为6.8级和7.2级 周围的建筑呢 几乎都倒塌了 那么周围的桥梁呀 也无疑幸存 但是呢 唯独赵州桥丝毫未动 难怪桥梁专家毛一生 建筑专家梁思成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呢 都被古人的智慧深深折服 1991年 美国土木工程协会 评价中国两大建筑器官 一个就是万里长城 另一个就是这里的赵州桥了 在整座赵州桥的蓝板上 雕满了精美的图案 那么在这里呢 墓子看到两条龙 在民宿上讲 摸摸龙的头万事不发愁 摸摸龙的尾顺风又顺水 祝福大家不发愁顺风顺水 然后呀 咱们再看一下桥身的两侧 在这里呢 掉了好多好多的这个莲花 那么莲花寓意呢 好运连连 此时此刻 墓子祝福屏幕前的您 能够好运连连 那么大家可以把好运连连 打在评论区 让中国人都比骄傲的建筑奇观呢 竟然是这位并不出名的工匠 李春修建的 可以说他的多半生 都在为修桥做贡献 赵州桥在一千多年来 成为了石拱桥的蓝板 被称为天下第一桥 咱们呀 为了不起的工匠 点个赞吧 观众墓子 下个视频带您走进 全国唯一一座 不让外国人参观的 天下第一名山